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买车的时候商家会给车主提供备用钥匙 数量大概在一到两把左右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些备用钥匙放在家里 以免发生意外 但如果全部丢失就只能去4S店去配 可是有些4S店的工作人员会直接说 同心配需要上千元 汽车钥匙丢了就只能重配 其实4S店也是有隐瞒的 汽车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只带遥控功能的芯片钥匙 一种是带遥控功能也带放启动功能的芯片钥匙 现在市场上大部分汽车都是第二种 它里面的芯片能让汽车钥匙发出不同的信号频率 所以给汽车配钥匙最重要的其实是芯片 如果没有车钥匙发射频率的序列号 就不得不重新配新的了 那么该怎么知道自己汽车的钥匙序列号呢 在厂商给的备用钥匙上 都会有一块印有数字和序列号的小牌 很多人以为是没用的东西 提到车之后就随手丢掉了 其实它是车钥匙发射频率的序列号 像人的身份证一样重要 所以平常要小心保管 如果到了要配钥匙的情况 记住这串数字就不用再花冤枉钱了